又一车满满回收物 抵达慈祭双合环保教育站 已经算不清是第几辆 这双手从早上七点钟开始 半天下来都没停过 平均一百位志工 现在得一百二十人起跳 才能勉强应付 而来到这一区呢 可以看到有一二三四 加起来是十多代的铝箔包 这么多不过其实啊 不过就是半天累积出来的量 把这个拉开 还要分出筷子 撕垃圾 还要分出汤匙 甚至于没有洗的 我们可能还要冲洗一下 增加我们一倍的工作量 吸管插着或封膜没有丝 还有不知放了多久 没喝完的饮料 统统都是不良品 接着带您转移阵地 随着年关将近 可以看到在立业环保站这边 空间不大 可是这些家电用品 像是烤箱 饮水机 甚至还有锅碗瓢盆 统统都进来了这里 很多的家用的小家电啊 你看一下锅子还堪用 它觉得脏了 旧了它就要丢 它不用洗 其实我们再把它清洁好的话 整理好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堪用的 志工眼中都是宝 但对平均七十岁起跳的 他们来说 这增加近一倍的回收量 还是有点吃不消 可是这里东西也很多啊 就放心不下啊 因为人现在比较少 世界比较少啊 你没有做就是堆这么多啊 就家里先放着 这里做一做回家再加减做 这份放心不下是全年无休 只需要您多一份体贴 他们便能持续卯足权力不退转 旦新闻杨敏祠邓一中台北报道